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真是很有创意 我想说这个不知叫什么名的公仔 他旁边的字是否说他十战十胜的战绩 其实是一个好笑头 极高EQ的回应反而令他赢得更多的掌声 之后他在陈志云的访问 坦应曾经为傅平哭过 不过所流的泪水是为幕后承受压力而流 Vinca的善良深得网民的赞赏 日前有读者提供影片 说劳动节当日上午11点多 在将军澳一个商场的中式食市 见到素颜的Vinca 和一位中年男子喝茶 似乎在谈工作的事情 期间有位妈妈一眼就认出Vinca 立刻上前问他可不可以和女女合照 素颜的Vinca有求必应 还礼貌地点头示好 不过影片看来 似乎妈妈是COLAR的粉丝 见到Vinca的开心程度多过女女 片中留着的女女扁住嘴 负责扎机的爸爸 就上前叫向女政COLAR的招牌手势 帮忙哄小朋友的Vinca 亦配合要求 最后小朋友就由扁嘴变回忧耀笑容 早前Vinca在网上音乐平台 节目中透露 曾想过单飞发展 觉得有自主的机会 不过成为女团成员之后 觉得单飞承受的压力太多 现在以女团发展反而更合适 发现原来做艺人 有很多事情不是自己一个人 可以完全消化得完 多几个人陪你 就没那么多情绪 可以冷静点 他们在旁边我就会很安心 不少人就认为 人多就容易有争吓 特别是女子组合 不过Vinca就说 Color一行八个人 出道至今都未试过有争执 反而他期待 和成员来一次炒大锅 因为吵架可以令大家感情更好 可以更加了解大家的底线 所以我期待我们吵架 请不吵架 感谢观看